得对人生的影响 是为什么那么重要 你来看看我们出到哪里去 为什么人家不尊敬你 为什么员工重判清理 为什么亲朋好友都不来往 为什么顾客一个一个不再跟你打架道 为什么没有人提拔栽培你 为什么不能成功赚到钱 很多人都不了解 其中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这些都跟阿贵教授今天谈的这些道理 都息息相关的告诉你 就是缺了这两个字 缺德 当一个人缺德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你 重判清理的 很多人不理解这一点 说为什么我的员工一个一个离开了 我的亲属朋友都不跟我来往 他都没有去思考他的为人 他的怎么处事的态度 所以永远记住 我们称为德不配位 那德不配位必有怎样 那德不孤必有灵 所以当你一个人有了德行 你都有很多人愿意出来帮助大家 那所以 我有一段话呀 在第一阶段先跟各位来分享 做一个段落 那就是说 人不敬我 是我无才 我不敬人 是我无德 人不容我 是我无能 我不容人 是我无量 人不助我 是我无为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家人 来做参考 那各位 我们今天 只要每个人 都能够 去修心亚信 我相信 等到我们在谈成功力的时候 他就会顺水推舟 一辱反掌